他有認識一些,也是禮儀公司 人家說,就是菜市這樣,我賺給我中午聽 你怕什麼,你做重點是什麼 我最近,我有一個請教,他是獨居老人 在廚櫃用2、3天 去讓人發言通報 再去通報 那通報的現場一定也是警察嘛 刑事組嘛,來都鑑定完之後來運走 因為那不用再救護車道啦 已經確定已經過世好幾天了 所以已經不錯了嘛 那一定是他們業者馬上又趕到現場 那因為獨居老人,他無法當下馬上去找他 他要親人 獨居老人就是自己一個人 你要找到他親人 一定是,可能一定不是三、兩千 一定是五等經料啊 就是他的一孫背、子孫背了 那要聯絡到那個,可能他們都在北部 要趕回來談人,也來不及了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直接把大體運走 沒有經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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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運走之後 現在家屬跳出來說 我們有自己人在做這樣一次 那我們要自己承辦 他說可以 他跟他收了一大股費用 這是確實的,有人跟我們講的 如果真的要證據 我們要去找,確實也都找得出來 這都一定找得出來 也是同意家 也是同意家 怎麼這家太厲害了 來,怡婷我想 剛剛從我們這兩位業者代表 就是陳述他就是最近發生這些事件 第一,裡面共同點就是同意家 好奇怪 第二,像這些都是一些浮化事件 或者意外事件的taste 第三,這都是通報的案件 都是通報,都是共同點 剛剛從這幾個案件裡面 這個佛的案件裡面 我們找到一個共同點 就是第一,他都是同一個業者 然後他都是突發事件 或者意外事件 第三,他都是通過通報 你看來解到資訊到現場去的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想要了解 但如果萬一像這種發生這種事情的情況之下 通報的過程 還有你們怎麼去做一個搶救的過程中 我想你們是消耗起來 那消耗起來你們可以講一下嗎 你們這樣做案子 你們是怎麼去做一個搶救的過程 兩萬億眾 還有我們行政院院副大會長 還有我們張宜的理事長,黃理事長 還有理監事委員代表 還有我們的所長 還有美理信念 大家,五官大家好 有關這個 這個我們如果接過到案件119的話 其實我們就直接被通報分隊 分隊是三方面 就是接聽 119打來就是三方面都會接聽 就接聽到那個訊息 就指派發生的地點 民意學院派遣 如果是救案件就派遣那個救護車 這個是三方面 當然我們救護車到達現場之後 會回報 出勤也回報 到達現場會回報到到達現場 在過程中都會回報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流程 到達醫院之後也會回報我們指揮中心 其實這個案子 我們其實也在三個月 接受通案的一個訊息 所以我們有一些派遣的資訊 外流給相關的患者 當然我們其實很重視 就是我們派遣的 我們也只是那個正方跟督察 去查訪這個 這個訊息是從馬洞發出來的 所以我們也到各分隊去查訪去督察 當然我們過程中也沒有查出 什麼維持的一個情況 最主要我們自己在分析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無線電也使用了很久了 因為科技的發展 因為可能同類的這個無線電 它本身會掃描自己 會掃描很多這個類似的無線電 可能我們的消用體的頻道也不然被它掃到 所以其實相同的案子 可是像我們現在的室友 就是我們其實很多媒體 也是同樣有時候 我會掃描到一些媒體的 反應說 那裡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沒有最新的一個資料 那可見就是說 同樣是有 例是這個無線電的頻道 已經被外界來使用是監聽了 那這個當然我們也 也從此有在一網網櫥嘛 那所以我們今天本來是有編訂 200萬的這個加密 那所以麻煩我們議會能夠來支持 那目前就是可能財主那邊 仔細對我們有意見 那所以麻煩議會來幫我們支持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指揮中心 那個陳主任來在府中 共有線 我這邊直接講重點 因為各位剛才很清楚 就是無線電的加密應該被破解了 剛才我們主命也有講 然後我們有一個災害及時訊息 災害及時訊息 有跟各位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財師用的這一套 跟高雄市其實是一樣的 是所同一版的 它會顯示到區、路 但是正確的地址它不會顯示 但是你只要監聽到無線電 你就大概知道哪一區了 所以說這個業者應該是 double check 這個災害及時訊息 再配合監聽無線電 比如說我現在舉例好了 他們在南區 我現在知道一條 比如說國民路 什麼星星路 因為有時候它不常啊 所以說你如果double check的話 它有一個禮物給我們 我上車去我車家裡的時候很明顯 他就大概知道哪一區 還要聽到關鍵字 有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去double check 所以說我們針對這一點 現在有一個先防堵的機制 就是說 跟初期的人員講 我們只看平板電腦 但是現在很兩眼的 要跟各位在場的報告 因為我們議員有在提議 就是說安心檢訊 你要讓報案者知道說 我的救護車能夠真的排除 就矛盾啦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家屬現在也希望 救護車你到底搞得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變成這個 即時災害訊息 都要變兩面認 因為報案關係 希望你 消防車救護車 到底有出來了嗎 所以說這個東西 更加會報告一下 就是說 我們原來很痛的是消防師委 不是說科醫要讓他出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局長有交談就是說 看能不能只顯示到區 但是顯示到區 就是剛才想講的 就是說 有民眾在反映說 我報案的時候 為什麼消防車 都沒有正確的資訊 所以說就會有這個矛盾點 先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可能要麻煩議員這邊支持一下 我們今年度 本來有八明度的 113年的無限電加密 還有那個報案 因為可能 上面有些議員 他們也有我們的議員 還有我們兩條交往 麻煩幾幾節 不然分編列三年 我就簡單報告到這邊 謝謝 你加密是兩百萬 加密是兩百萬 加密是兩百萬 今年的 跟依座報告一下 就是 分三年 一個兩百多 而且六百多 對 所以我是在講說 你也 加密是兩百萬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無限電 加密這個兩百萬 那就可以做 且要接這邊 專單單單 所以你說了三年 三年六百多 所以你整年 加密 一天六百多 那沒有辦法 因為你 你如果兩百多是 你足不去把它完成 還是一次把它更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原先是規劃在 113、114跟115 匯分這三年的意思 就是說 我給我大家保問 請坐不要緊 如果政府 就是市府財政 這邊有困難的話 如果當然是 如果說 一座跟市府 這邊有支持 我們一次到位也沒問題 我是覺得說 像這一組 你已經知道 我們的無限電太老舊了 所以有些往往 我們現在各自都非常的 各自化現了 是怎樣各自化現了 是怎樣各自化現了 是否得到大眾重視 所以我們的市府這邊 更要環補 不要吧 很多人說 我希望我還要找我各自 往往就是有些 外面的一些業者 就是營業業流 營業人 單位的一些業者 商業行為的業者 你敢當那一關的各自卸入 所以像我這樣子 在無形中 也往往會把一些各自 就是洩漏出去 所以我也覺得說 在我們產業過程中 還有我們在執行的 執管過程中 我們更應該在地縣做好 這個就是 各自環補的這個要求 所以這幾年六百幾萬 對我們台南市企劃來說 不是很重大的預算 他不是很大 要保障萬年 所以我也覺得說 他應該請消防局 一次到位 不要再分三年 因為你分三年 也是逐步去保更新 只不過是說 如果要全部環補到 各自的夠完結 能夠保密的話 還要等到三年 還要等到三年 甚至是 你今年沒什麼 每年沒什麼 明年才能執行 從今年開始 要四年才會到位 才會完整 所以我也看到台南市市民的個資 那些中原不是 你提供說 我的錢不夠 什麼錢就在開了 什麼錢就在旁邊 每幫你來送什麼 所以我們也要求消防局 既然你今天提出來了 我們希望你能夠 就是消防局這一次 在便利算裡面 局面的一定要便進去 一次到位 至於市府內邊 跟那個 我們那個財政這邊 才知道我們會跟他講 而且我會一直在這邊 你把資料給我們 我們明天 併佈的時候 我們做了 歷史動力的提案 嗯 嗯 嗯